接下来我打算再进一个苏果区 种向一颗百香果 这个百香果非常的好吃 香味十足 但是呢市场上经常买不到那种熟透的百香果 熟透的百香果才甜 不熟透的非常的酸 只能调蜂蜜才能喝得下去 所以我决定自己种 而且我种的这个品种是那种黄金百香果 是纯甜不酸的 这个百香果其实是很适合盆栽的 因为它非常的好眼 长得也飞快 只要这个光照充足 它就能结果 而且它开的花非常非常的漂亮 像那个大花的铁线帘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百香果它是长得飞快的 然后那个藤的话又长 所以盆栽的话 这个盆当然是越大越好 我就选择我这里最大的盆 就是这个口径40厘米的控根盆 够大吧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百香果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盆栽的话 只要透气排水信号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苏果土来种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苗取出来 它还是用这个美质带扦的 这里面的土真的是好硬好硬啊 把这个美质带取掉 再把这个土去掉一些 看这个梗 粘在这上面了 泡一下 因为这个百香果它非常的好种 我就把这个土给它泡软一点 再把它种下去就可以 挖个坑 再给它浇一下订根水 因为这个花盆比较大 这个苗又比较的小 所以这个水不用完全把它浇透 只要把它的这一个周围浇湿就可以 这样就浇好了 再把它搬去换苗 现在是阴雨天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换苗 换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换一个星期左右 颜色的水 如果这么多 这个水灯 下水灯 它就在水灯 它就在水灯